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这样赚钱的人吗 他两手空空就创业 啥也没有 全靠借 我地也能借 种子也能借 农子也能借 人能不能借 河南省兰考县的杜凯 创业第一年靠借 净赚150多万元 第二年还靠借 两年之后 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 欢迎收看《致富经》 很多观众给我们《致富经》栏目留言 说我想创业 我想赚大钱 我现在有一个 肯定能够赚钱的机会 但是我愁于没有启动资金 这时候怎么办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杜凯 四年前想创业的时候 那也是啥都没有 一穷二白 但是这都凯有绝招 就是出去借 短短四年 他一步一步借出来一个 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的瓜产业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是一个特殊的瓜园 这里的西瓜有圆的 方的 还有的像元宝 还有的像一颗心 而甜瓜的花样就更多了 这些瓜切开之后 还有不同的颜色 这个特殊瓜园的主人 就是杜凯 而这里最特殊的 还是杜凯手上的这种西瓜 那我开始弹了 裂开了 很轻松 这么快 这一下 杜凯种的这种西瓜 皮又薄又脆 轻轻一弹就能裂开 而弹开后 这种瓜的吃法更特殊 一般西瓜都是啃完瓜嚷再扔皮 而这种西瓜能先包皮再吃嚷 那全是瓜嚷 然后我们就 我们吃的后就直接这样吃 这种能包皮吃的西瓜 味道怎么样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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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能包皮吃的西瓜论个脉 小小的一个只有三斤半左右 就能卖到五十人 而杜凯的甜瓜价格也比市场上同品种甜瓜高出很多 这么贵的瓜还经常供不应求 一大早杜凯运了一车西瓜和甜瓜到市场上 货还没忙好 身后突然炒成一团 天哪儿被打了 怎么抢出来了呀 因为就这一车了现在 老头老头老头 围过来抢货的人越来越多 杜凯的瓜特别好卖 经销商只要抢到了货就能赚到钱 经销商都说要想拿货就得早做准备 目前杜凯种植了一千五百多亩西瓜和甜瓜 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 杜凯的瓜很特别 而他做生意的方式更特别 好多人都说想做生意赚大钱 可就是没有本钱不敢干 可杜凯却不一样 四年前杜凯刚开始种瓜时 他啥也没有 就连租一个大棚的三千元钱都拿不出来 杜凯种瓜地是借来的 种子是借来的 就连市场上卖货的摊位都是借来的 可他就靠借 创业第一年就净赚一百五十万元 第二年他又出去借 这次连人都是借的 两年后 年销售额达到一千五百多万元 杜凯的千万财富 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借出来的呢 杜凯在大学里学过表演专业 绕口令演砸了 杜凯还又绝活 好久不练了 张老师 现在天天干什么呀 天天赚钱嘛 2014年 杜凯大学一毕业 就选择创业 开了一家传媒公司 结果赔了钱 刚步入社会就备受打击 杜凯却借出来一个种瓜产业 种瓜第一年 销售额达三百多万 净赚一百五十多万元 2014年六月的一天 杜凯在兰考县黄河边附近 一个不起眼的大棚里 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西瓜 第一进棚 我一看花是这样吊着长的 像这样吊着长的 就已经颠覆我当时心中的印象了 我觉得花怎么可能这样长 摘了一个西瓜 杜凯就在地头用这样的方式 吃了起来 入口即化 没有渣渣 然后水特别多 然后是那种甘甜 像清泉那种甘甜 杜凯一下子被这种瓜吸引住 他还了解到 这种瓜不仅好吃 而且特别赚钱 这个大棚的主人 一共有一百多亩地 每年种一季西瓜 就能净赚一百多万元 杜凯心想 这种瓜这么有特点 兰考县的沙土地 又正好适合种瓜 那他要是也种上一百亩 很短时间就能赚来一百多万元 2014年年底 杜凯在兰考县张庄村 看中了一块闲置的瓜地 大概有上百亩 可这时候他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当时是真缺钱 手里资金连地租都不够 比如种子钱 没有钱卖种子 地租都不够 什么都没有 任何一个环节的钱都不够 杜凯找到张庄村村之书 想借一百亩瓜地 先尝试嘛 我们不走出第一步 永远不可能知道 别人借不借我们 就可能大不了 就是人不理我 然后就把我们轰出去嘛 这一百亩地 有六十多个大棚 连地带棚 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元 可杜凯连租一个棚的钱都没有 杜凯找到村之书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村之书 当成了空手套白狼的人 杜凯却没有放弃 那段时间 杜凯有空就往村里跑 看见村民站在路边 就上去聊天 通过跟村民聊天 杜凯发现了村之书的一个软肋 张庄村正准备发展种瓜产业 可村之书正愁找不到技术人员 给种植户做长期指导 杜凯认为这就是他借地的突破口 这个人叫吴国君 老吴是当地的种瓜高手 他种的瓜曾多次夺得当地的瓜王称号 杜凯第一次见到吊着长的西瓜 就是在老吴的瓜棚里 西瓜本身最初都是爬着长的 后来因为有了摄氏大棚 然后我们选用的这些品种 全是小西瓜 采用立体模式的种植方式 把它钓起来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提高了种植密度 爬慢栽培一亩地才能够种植800克 我们钓慢可以达到1600克 老吴这个种瓜模式 让每亩地多种了一倍的瓜 并且瓜也更甜 而满身种瓜技术的老吴 就是杜凯借地的关键人物 杜凯找到老吴 说眼下有一个扩大规模的好机会 如果能租下张庄村闲置的一百亩瓜地 每年就能多赚很多钱 老吴一听机会不错 同意跟杜凯合伙种瓜 这边有了老吴的技术撑腰 杜凯又拉着老吴找到村支书 跟村支书说 希望把地借给他们 他们可以给村里提供种瓜的技术指导 我们村里也正在发展这个米瓜大棚 整出没这个人菜 没这种瓜类人菜 没这种小手人菜 结果也算是互相利用 给他一个机会 他也给我们了一个机会 杜凯用老吴这个牛人 借来一百亩瓜地 之后杜凯又大胆借来了种子 杜凯说种瓜第一年 从大棚里长出的西瓜 压根就是借来的 其实我可以管它叫借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叫共享 把我们的技术 把我们的经验 把我们的理念 去共享给 借给我们地的人 他们把地 分享跟共享给我们 然后双方达成一个 很好的合作 为了节省成本 杜凯和老吴开着一辆破车 成天休了又休 杜凯还学会了开各种车 敞篷发力 多风凉快 还能飘移 凉火 夏天要收瓜的时候 正是雨水最多的时候 杜凯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守着瓜棚 是不是要赶紧的呀 2015年 在四个多月的精心呵护下 杜凯和老吴的瓜长成了 第一年收瓜时 杜凯和老吴为了节省人工 两个人摘瓜卖瓜 都是自己干 经常累得找个地儿就能睡着 歪过那个大棚门口 就说往那坐一会儿歇会儿吧 然后就睡着了 你确实没钱嘛 自己知道什么情况 能借的我们最大限度也去借了 那我们自己 只能尽我们自己最大努力 也想看看我们拼一把 能拼出来多少 瓜长成了 2015年5月 杜凯跟老吴开着小破车 拉着一车西瓜 来到了这个中原地区 规模数一数二的批发市场 可这一次杜凯想到的办法 仍然是借 可大家都是来做生意的 谁愿意把自己赚钱的地方借给他呢 可杜凯这一次不仅借来了一块宝地 两个月销售额就达到300多万元 他还借出来一个巨大的销售平台 杜凯带着他的瓜 找到市场上规模很大的一家水果经销商 这个人就是陈娜 陈娜在市场上有20个档口 每天从全世界运来的水果 在他的档口中转 再卖到全国各地 一年销售额十几亿元 他们说我们刚开始种瓜 也不知道市场上这个怎么样 先进点档口地方用一下 陈娜尝了杜凯的西瓜后 觉得很不错 正值瓜类销售旺季 陈娜想 没准这种瓜还能给自己的档口 增添人气 就同意借个卖瓜的地方给杜凯 这就是杜凯跟陈娜借来的地方 只有一个货板这么宽 大约两平方米大小 连杜凯自己也没想到 这个只有一块货板大的地方 竟然在市场上特别有人气 然后我们每天能卖四五万 就是基本上来的货 拉多少卖多少 拉多少卖多少 然后我们整个下来 销售下来 我们那年是销售了三百万 就在这么三百万 就在这么小一个地方 而且还是借的一个角 就一个档口的一个角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杜凯和老吴就在这个角落里 买出去三百多万元的西瓜 为什么杜凯的西瓜能这么好卖 主要原因还是在他的瓜上 杜凯带记者进到瓜园时 工人们正在摘西瓜 这个抖尖职业了吧 抖尖职业 抖尚职业吧 没有 杜凯管的事还挺多 挨个儿检查工人 今天有没有剪指甲 不是摘瓜吗 为什么还要检查个人卫生啊 我们的瓜特性就是 然后皮特别薄 然后那个我们的瓜又脆 然后不管是在采摘过程中 运输过程中 因为瓜皮很容易开裂 所以杜凯要求工人在采摘时 一定要剪好指甲 再轻拿轻放 薄皮的瓜就好卖吗 杜凯专门拿了一个常见的大西瓜 跟他的小西瓜对比 他先测量了两个瓜的瓜皮厚度 大西瓜皮厚12.6毫米 小西瓜皮厚度只有4毫米 就我们吃包子跟饺子的话 我们也是喜欢要薄皮大馅的 皮我们知道都不能吃 所以我们皮越薄 我们能吃到的好的东西越多 跟我们吃包子饺子是一个道理的 杜凯又用测糖仪测量了 这两样馅的甜度 大西瓜中心和四周甜度相差很大 而小西瓜中心和四周甜度 几乎没什么差别 除了皮我们的瓜都是一个味儿 杜凯说小西瓜不仅薄皮大馅口感好 而且大小适中 吃起来不会浪费 很多消费者对比之后 都愿意购买杜凯的小西瓜 即使个个都薄皮大馅 可还要精挑细选才能迈向市场 第一关先过李师傅这关 一指弹先弹 弹完看看这个瓜里边品质怎么样 就是保证里边的品质都是好的 根据这个声音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声音听出来好像是敲鼓一样 每天七八千个瓜 你要敲几万 一个瓜敲五下的话 对 十五下就是 对啊 我们就要敲三四万下 有了对品质的把控 布凯德瓜才能在市场上 大量同类产品里脱颖而出 买出高价钱 2015年 没本钱的杜凯一路靠借地 借种子 借档口 做成了瓜生意 卖完瓜后 杜凯立刻还上了借大鹏 借种子的钱 当他去还借档口的钱时 档口的老板陈娜不仅没收钱 反而说了一件 把杜凯吓一跳的事 一年销售额超过十亿元的陈娜 竟然想跟一切都靠借的杜凯 合作种瓜 我们看那里他们的生意 都是一个地上 看一个天上 不可思议 他能来找我们合作 然后还愿意把他的渠道 他的一些销售 借给我们 然后共同去做这个事 我当时也是有点吓着 原来陈娜考察后觉得 杜凯德瓜 也可以作为自己销售平台上的 固定货源 现在这个时代改变 消费升级 第一大家都希望吃到口感好的东西 第二就吃到对身体健康的东西 这是未来发展趋势 所以说我还是看到未来是 市场是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去跟他合作 陈娜的加入 对杜凯来说 等于只要瓜重的好 就不筹卖 只要能扩大规模 就能多赚钱 可想扩大规模 眼下第一个难题 就是人手不够 当时我在想 我弟也能借 种子也能借 农子也能借 那我们现在还缺什么东西 人能不能借 2015年 杜凯第三次出手 这一次他借的就是人 通过借人 两年之后 杜凯的种植面积从100亩 扩大到1500多亩 年销售额从300多万元 上升到1500多万元 杜凯要借的人 就是当地很多种瓜的散户 为了顺利借到人 他还专门做了一张战略图 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大的规模 就是从这张我们的战略地图上 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 然后一点一点去攻克的 一个一个去拿的 然后逐步地形成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揣着战略图 杜凯跑了很多乡镇 一开始却没说动几个人 因为上一年 农户的田瓜销落不好 很多瓜都烂在了地里 之后杜凯想了个办法 他让利给农户 说如果跟他合作 只要农户按照他的方式种瓜 他不仅能保证卖出去 还能保证价钱比市场价高一倍 可同样的瓜 他凭什么敢保证 销售价格比市场上高出一倍呢 杜凯说 他有一样秘密武器 他帮农户请来了一群 干活专业的天兵天将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天兵天将 好像有嗡嗡嗡的声音 全都是小蜜蜂啊 对 这帮天兵天将 不仅授粉很专业 他们还让农户种瓜变轻松 不用依靠人工授粉了 蜜蜂一天 它大概几秒钟采集一朵花吧 它保证带这个花粉呢 它会均匀地粘在这个花朵上 不会像人工一样 这个地方多那个地方少 就会长成金型果 有了小蜜蜂的专业兽粉 农户的瓜质量和产量 都得到了提高 今年这位农户还去参加 一年一度的瓜王争霸赛 篮子里的这个瓜 还被评为了瓜后 瓜后在哪儿啊 它当瓜后是因为它长得大吗 它的大口感好 甜 瓜后只要是以甜为标准 很多农户看到用杜凯的方法 干活轻松 瓜也长得好 都主动加入了杜凯的种瓜队伍 杜凯以公司家农户的方式 种植西瓜和甜瓜 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 在杜凯的带动下 农户们也都赚了钱 杜凯白手起家 一路靠借 借地 借种子 借摊位 借农户 创业四年 不仅赚到了千万财富 他还计划在全国扩建更多的种瓜基地 让产品实现全年的市场供应 现在经常有人来杜凯的基地参观学习 杜凯也乐于分享自己的创业体会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赚钱很难 然后很辛苦 要钱的时候没有钱 要人的时候没有人 觉得没有人给他钱 然后没有人愿意帮他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原因 你不愿意先付出后收获 我觉得我一路的借的过程 一路共享的过程 其实就是我不断分享的一个过程 这让我现在更愿意 把自己变成一个先分享后收获的人 杜凯这个白手起家 一步步借来财富的故事 其实也就是与人合作 互相借力的故事 这个借的过程看似简单 可是每一步那都得脚踏实地 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 最后达到双赢 好了 各位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当了十年渔民 为了心爱的姑娘要上岸创业 市场上卖鱼却生意惨淡 半年只赚了一千元 遇到一条奇特的鱼 它的命运从此逆转 一条稀罕鱼 让它悟出了赚钱门道 2017年 销售额达到七百万元 看海南三亚的萧石城 如何巧招卖鱼 海上淘金 任何道他会训典通了赚钱门道 你在如果你独立洞 这个査达到七百万元 就像你一般 反正我没试用 我来说 我们真正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